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言者 斩 范至王伯吓得是连忙贵道 口称万顺 然后只有七岁的后州公帝就将皇位善让给了赵匡应 因为赵匡应在后州还同时兼任着宋州归德军节度史的职务 所以就以宋作为了新的国号 赵匡应也就是宋太祖 没有谍雪宫门 服侍遍野 更没有风烟四起 兵连祸节 赵匡应几乎是兵不写任 士不改寺就取得了改朝换代的成功 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不流血而建立一个大王朝的奇迹 后世的很多历史学家也都对宋朝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确先生曾经说过 华夏民族之文化立数千载之演进造基于赵宋之士 而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内腾湖南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费正清教授 也都对宋朝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他们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代 是中国的经济革命与文艺复兴的时代 宋太祖登基之后认真地反思了唐末五代以来翻阵割据的乱世根源 为了避免在宋朝再一次诞生新一代的军阀 宋太祖盛情地宴请了当初为他黄袍加身的这些开国功臣 石守信等六位和他一军臣一兄弟的高级将领 在酒桌上宋太祖对这几位宋朝的开国云勋说 尽管自己对他们的忠诚是毫无怀疑 但是如果有一天他们的手下胁迫他们村委的话 这可怎么办 石守信等人一听连忙跪道请求宋太祖指点明镜 宋太祖就说人生苦短 不如多攒些钱才享受生活 买些产业传给子孙后代 这样君臣居间没有猜忌上下相安多好 第二天石守信等人就纷纷上奏称病请辞 宋太祖一一恩准 而且还给予了他们极其丰厚的赏赐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悲酒士兵权的故事 而后宋朝确立了文官制军的制度 开创了历史的先后 由文官组成的书密院 成为宋朝最高的军事机关 与主管国家政务的郑氏堂 并称为书府 宋太祖巩固了自身的政权之后 就开始谋划天下统一 扫除五代诗国在各地的残余 宋朝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就将南方各地的割据政权一一平定 因为从来未能扬威抑郁 而被某些人讥讽为弱宋的宋朝 一时之间也是 贤王满京城的一片武功盛世的景象 而就在宋朝即将完成统一大业的时候 宋太祖突然去世 宋太祖去世之后 继位的并不是他的两个儿子之一 而是他的弟弟赵光义 也就是宋太宗 宋太宗 因此人们对于宋太宗的继位合法性多有议论 以至于传出了宋太宗是杀死了宋太祖篡位的竹影辅僧千古之母 不过后来宋朝的开国功臣宰相赵谱 编造了所谓的金魁之盟 声称太宗继位是太祖和太宗的母亲杜太后的临终遗愿 这才多少替宋太宗解了没 为了树立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宋太宗一继位就迫切地开始继续宋太祖生前未尽的统一事业 他先是御驾亲征 攻灭了五代十国之中最后一个割据政权 北汉 然后就将冰封指向了强大的辽国 宋军突入辽境 以十万人马包围了辽国在长城以南的统治中心 南京西京府 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但是辽军防守得法 宋军久攻不下 这时候辽国的两员名将 北渊大王耶律休哥和南渊大王耶律携占 各率进旅前来增援 在今天北京西之门外的紫珠院公园一带打破宋军 这就是历史上的高粱和之战 宋太宗本人被耶律休哥射伤 险些被俘 幸亏刚刚归降不久的北汉 萧将杨叶拼死立战 这才保着宋太宗坐驢车逃回宋军 后来辽朝皇帝辽景宗去世 幼子继位 不甘心失败的宋太宗再次兴起大军 兵分三路进攻辽国 却再遭败尽 西路军主将杨叶为了掩护主力撤退 兵百被俘 绝世三天而死 后人就以杨叶一家的故事为基础 编写出了著名的英雄传奇杨家将 在对辽作战的同时 宋太宗还要趁着越南前离朝取代丁朝的机会出兵越南 恢复汉唐故江 结果又一次失败 从此之后越南彻底脱离中国 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 也是在宋太宗的时候 西北党项部的首领李继彭归向宋朝 献上了唐朝赐给他们的下国公 下周节度使的答应 然而不愿意归向宋朝的党项人 在李继彭的足地李继谦的率领下 投靠了辽朝开始与宋朝争夺和系 最终建立起了西夏政权 不过尽管在武功上输的是一败土地 在各个方向的边陲防线上都接连势力 但是宋太宗在文质方面还是颇有作为的 宋太宗命令汉林学士礼坊 主持编作的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类书之一 太平玉兰 保留了武太之前的大量文献 据说成书之后 宋太宗每天都要读上三卷 如果有事没读 空闲下来了一定要补上 有人宣宋太宗不必如此 太宗说 读书这件事开卷有益 我不觉得辛苦 这就是成语开卷有益的语言 太宗死后他的儿子继位就是真宗 真宗的第二个年号是景德 中国著名的池都景德镇 就是因为兴盛于这一时期而得名的 景德二年 公元1004年 为了报复宋朝之前的几次北伐 辽国成天太后萧绰 和他的儿子辽圣宗 亲率大军南下 一路势如破竹 直逼变梁的东北门户蝉州城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蒲养 在宰乡扣转的力劝之下 真宗亲临蝉州前线 鼓舞宋军士气 果然宋军士气打阵 用创死弩射杀了辽军第一名将 南京统军士萧达岭 最终宋辽两国递交合约 就是禅渊之盟 根据禅渊之盟 宋辽两国约为兄弟 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 宋真宗称萧太后为叔母 宋每年提供给辽银十万两 捐二十万匹的碎币 从此之后 一百二十年 辽宋两国之间 再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战事 两国边境生育繁兮牛羊皮 也代白之人不识干戈 而对于商业极其发达的宋朝来说 这些碎币也远远算不上是负担 尤其是和宋辽开战所需花费的军费相比 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后来宋朝在和远比辽辽弱得多的西夏交战的时候 每年由此引发的各项开支就有上千万两百亿 和他的父亲类似 宋真宗虽然在武功上没有太大的剑术 但是却是一位文质之君 真宗皇家所写的劝学诗历经千年一直流传至今 其中书中自有黄金乌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两句 更是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如皆知 真宗之后即为的是他的儿子仁总 也就是民间传说离包换太子里被换掉的那位太子 仁宗在位期间重用名相范仲淹 力图推行改革 但是由于反对势力太过庞大的作罢 尽管如此仁宗一朝总体上来说 仍然是天下成平经济发展 被认为是最早指批的骄子 就是出现在这个时期 宋仁宗为人宽厚节俭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嗜好仁宗的皇帝 传说有一天夜里仁宗突然想吃羊肉 身边就有人要去御膳房传膳 却被仁宗制止了 他说如果先在传令御膳房做羊肉 那以后御膳房每天晚上都会准备好羊肉 以为不时之躯 那样的话就太浪费了 仁宗去世的时候 汴梁城内的百姓接连几天 自发的到皇宫门前烧纸痛哭 哀悼仁宗 仁宗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子嗣 所以他的唐侄的继位就是英宗 英宗继位之后 为了给他去世的父亲蒲王赵允让 争一个皇帝的名分 引发了蒲义事件 搅扰宋朝朝朝局好多年 也正是在英宗的大力支持之下 一代史学巨匠司马光 开始编写他的资质通鉴 英宗在位只有四年 英宗去世之后 他的儿子神宗继位 神宗登基 冲用王安石开始实行变法 王安石的变法 虽然是想着一举 隔出宋朝当时的种种弊端 而且也确实真的为国库增加了不少收入 但是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 却加重了国内各个阶层的负担 因此此变法一史就争议不断 宋神宗原封二年公元1079年 由御史取解湖州之州苏氏的诗文 说他是讽刺朝廷的新政是生事 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大规模的文字狱 乌台诗案 从此之后 不仅宋朝朝廷陷入新旧党争无法自拔 文字狱也开始成为了中国权力舞台上一件莫名的戾气 神宗去世之后 他的儿子哲宗只有九岁 因此神宗的母亲高太皇太后垂帘听证 高太后生前就反对变法 因此他设政的时候启用被视作旧党核心人物的司马光为宰相 心法全部被废除 后来高太后去世 卓宗亲政又全面恢复心法 将旧党成员苏氏等人流放岭南 不过卓宗亲政之后不到七年就去世了 没有儿子 就传为给了他的弟弟徽宗 就是那位忌讳化花鸟 又能写受金体 还是不是出宫和理事师传点绯闻的一代艺术大师宋徽宗 徽宗在位期间中用新党蔡青等流人 打死采弹华石岗惹得是民怨沸腾 北方有宋江等人占去水破梁山 南方的方辣起义更是一度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 就在此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从遥远的北方传来 辽国蜀国女真人起兵反辽建立金国 浩大喜功的宋徽宗 不顾宋辽两国之间的百年和平 把金国的崛起 视作为自己开疆阔土的一次良机 于是他派出使者 从山东渡海去联络金国 双方缔结了海上之盟 相约共同灭辽 前后在灭辽的过程中 宋朝的外墙中干和五白废弛 在金国面前是暴露无遗 再加上宋徽宗为人轻调 随意招响已经归顺了金国的乾辽汉臣 因此等到主张钦宋的金太祖去世之后 金国便借口宋朝招纳金国叛臣南下攻速 见金军势大 徽宗就让位给了自己的儿子钦宗 自己逃到了镇件 后来金军撤走 徽宗才返回汴梁 回到汴梁之后 徽宗就被钦宗软禁 而六贼也都被钦宗处置 可是钦宗也寄成了徽宗轻调的毛衣 他见金国派来议和的两位使臣是契丹贵族 就送给两人密信 约他们一同返金 结果两位使臣收到密信之后 根本没有拆封 立刻上交金国朝廷 金国就以此为借口 再次兴兵南下包围了汴梁城 最终汴梁城破 徽宰二帝被俘 宋朝近周宗室 几乎是被翼王打尽 全部被金军押往今天黑龙江伊兰县的五国城囚禁 因为这一年是宋秦宗靖康二年 因此被称为靖康之变 宋朝的近周皇族之中 唯一一位逃出生天的是秦宗的弟弟 当时被派去外地召集秦王兵马的康王赵高 于是赵高就在众人的拥戴之下 在河南商丘登基称帝 这就是宋高宗 以此为标志 开始了南宋的历史 高宗继位之后立刻引来了金军的追杀 高宗从商丘逃到扬州 从扬州逃到镇江 从镇江逃到杭州 甚至一度坐穿出海躲避金军 最终幸亏是在白山黑水之间 满腕不可占的女真铁器 实在不适应江南的气候 高宗才得意在金军主动撤退之后 返回了杭州 从此之后南宋就定都在杭州 称为临安府 而杭州也因此名列中国六大古都之一 与此同时 宋军将士在战场上却是一转颓势 开始节节胜利 尤其是名将岳飞统帅的岳家军 从淮宁到衍城 再到影昌和朱仙镇 接连击败金军主力 金军名将金太祖第四次梁王完颜宗碧 就是评说演义里那位四太子金屋主 他麾下最精锐的重装骑兵 铁肤图和配套的青装公骑兵拐子马 无不在战场上遭到了岳家军的重装 自完颜宗碧的女婿 黑母薄锦下金屋以下 金军数十位高级将军阵争争 这个薄锦是女真与长官的意思 大概类似于后来清朝的俄君 不过这个词原却是和著名的贝勒相同 而黑母薄锦则是女真猛安谋客体系之中的高级职务 按照统侠兵马的数量而言相当于万户 岳家军的胜利确实迫使金国收起了彻底灭亡宋朝的野心 但是岳家军的辉煌胜利 也打破了之前宋金两国之间相互对峙的平衡局面 这并不是宋高宗想看到 一方面是因为宋高宗的生母伟 是如今还在金国手中做俘虏 宋高宗急于营救母亲回国 不希望激怒金国 同时金国手中还握有正统的大宋天子 就是宋高宗的嫡长兄宋钦宗 这时候如果金国因为军事失败 自认无法彻底屯命宋朝之后 公开撤离宋钦宗复位 那将对宋高宗政权的正统性造成极大的伤害 因此在得到朱千真大捷的奏报之后 宋高宗不仅没有调兵遣将去支援月费 反而是派出钦差块 连下十二道金牌招岳飞回军 岳飞万般无奈之下 只得被迫班师回朝 放弃了怀河已被大量已经收复的尸体 而宋高宗则派宰相秦慧 加快了和金国议和的速度 最终宋金两国打成绍兴合议 两国以怀河大散关一线为戒 南宋向金国称臣纳攻 而后作为和平的代价 为南宋的偏安局面立下了赫赫战功的岳飞 被害死在了风波亭 据说杀害岳飞是完颜宗必向秦慧提出的议和条件之一 不过这种说法仅见于宋室中的岳飞列传 上面提到完颜无助以秦慧赴月 如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位河北图 必杀飞时可和 可而在宋室的高宗本纪秦慧列传 以及金室的西宗本纪和完颜宗必列传之中 都没有提及完颜宗必或有金国方面提出要杀害岳飞的要求 因此岳飞的遇害宋高宗和秦慧作为直接的责任人 当然是难辞其咎无可抵赖 可是金国究竟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 这也还存在着不少争议 宋高宗因为逃亡途中受到了惊吓丧失的生育能力 而他的独生儿子又幼年夭折 所以为了保证南宋政权的正统性 杜绝金国利用他们俘虏的大量宋朝皇室成员 来要挟南宋后来的朝廷 宋高宗决定从宋太祖的子孙中选择一位继承人 也正因为如此就有了金太宗 其实是宋太祖转世 兴兵灭宋 却非了报当年竹鹰俯生之仇的说法 经过层层筛选 宋太祖幼子秦王赵德芳的两个六世孙 最终入围决赛圈 这位赵德芳是小说演义里那位非常著名的八仙王 这两个姓云儿 一个是赵德芳次子 英国公赵维宪的五世孙赵伯从 另一个是赵德芳幼子南康郡公赵维宫的五世孙赵伯九 这两个孩子全都被高宗自幼养在宫中 等到成年之后全都封为郡王 各自开府 称为东府和西府 两边礼制归格全都一样 丝毫看不出来高宗到底想立谁位太子 因此朝中很多大臣就上述高宗 请求早立太子 甚至就连领兵在外的岳飞也曾经上奏 请求早立太子不要给金人可乘之机 所以还有观点认为说岳飞得罪宋高宗被杀的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他甘于立储的事情 根据坊间传闻 等到高宗的母亲伟太后去世之后 宋高宗觉得立储这件事不能再拖了 所以就对这两位养子进行了一场特别的考试 宋高宗派内侍给赵伯从和赵伯九 各送去了十位绝色少女 说是皇上的赏赐 然后过了大概半个月 高宗突然下诏召回了这二十个美女 然后派人逐一检查 结果赐给赵伯九的十位美女全都被宠信过 而赐给赵伯从的十位美女却都是完毕归照 因此高宗认为能够不贪恋美色的一定会成为有为之君 所以下定决心 在少兴三十年以赵伯从为皇子进封贱王 而赵伯九则改称为皇爵 两年之后宋高宗退位为太上皇 贱王赵伯从继位 就是被认为是南宋朱棣之中最有作为的宋孝宗 宋太宗一系延续了一百八十六年的皇位 又一次回到了太祖子孙的手中 孝宗登基之后就立刻为岳飞平反 追封为恶国公 是号武墓 这就是岳武墓的由来 此时秦桧已死 孝宗显示在高宗的默许之下 迅速速清了秦桧留在朝中的余岛 然后宋孝宗改革君治选拔将校 开始北伐经国 意图收复失地 可惜的是宋孝宗的北伐并不成功 战争持续了一年多 双方只在怀河两岸反复拉锯 宋军虽然屡有得胜 但却一直不能渡过黄河 亲军也有获胜的时候 但却无力抵达长江 最终双方签订了龙兴合议 之后两国之间维持了四十年的和平局面 在此期间没有对外战事的干扰 而太上皇高宗皇帝除了对亲国 是战是和的政策之外 其他方面全都不干涉孝宗的市政 因此孝宗得以放开手脚 专心国政 他整理律令 财太荣源 清幽伯父 兴修水利 发行纸币 发展经济 在孝宗一朝 南宋百姓富足 五股丰登 天下大志 因为孝宗和经国议和之后 曾经先后使用过 乾道和淳熙两个年号 所以孝宗朝也为后世赞誉为乾淳之治 孝宗继位十五年之后 高宗病故 孝宗任命太子代行朝政 自己为高宗守孝三年 守孝七满之后 孝宗就让位给了太子 就是宋光祖 在两宗的皇帝之中 光宗当然不能说是最昏庸的 毕竟前面有艺术家宋徽宗定 但是光宗应该算是两宋皇帝中最平庸的一位 光宗继位的时候已经42岁了 正当圣年 但却体弱多病 因此他放任皇后李凤娘参与朝政 这位李凤娘不仅干预朝政 而且还挑拨光宗和孝宗之间的父子关系 光宗不仅在登基之后 从来不去看望退休的父亲 甚至就连孝宗假崩之后 光宗也不愿意出面去主持葬礼 再加上光宗宠心奸臣放任后宫干政 这都引起了朝中打臣的强烈不满 于是光宗的族书宗室赵鲁瑜 就联合了北宗大将韩琴的曾孙 送高宗皇后的外长韩托昼 发动政变 逼光宗退位 让位给儿子就是送宁宗 宁宗继位之后 赵鲁瑜成为了右丞相执掌朝政 这就引起了韩托昼的嫉妒 于是韩托昼以宗室担任丞相 会令天下读书人失望为由 劝说宁宗罢免了赵鲁瑜降之外放永州 然后韩托昼由命令恒州的地方官员 在赵鲁瑜途径恒州的时候将他害死 赵鲁瑜霸相之后 韩托昼得到了宁宗的信任 甚至被加分为地位在丞相之上的 平张军国重视 然后韩托昼就将朱熹等和赵鲁瑜交好的官员 全部免职 而且终身禁止他们围困 这就是庆元党禁事件 独揽朝政之后 韩托昼开始谋划起了他的北伐大业 韩托昼奘奘将岳飞追封为恶王 同时剥夺了对秦货追赠的爵位 一时之间南宋朝廷上的主战派精神为之一阵 路由新旗级等人都对韩托昼的北伐充满了希望 而当时的外部环境也非常不利于晋国 北方蒙古草原向新一代的霸主成吉思汗已经崛起 而西边西夏宗是李安全发动政边篡位 就是夏乡宗 夏乡宗登基之后 立刻开始执行联盟反金的政策 可以说此时的金国已经是风雨飘摇 如果南宋处置得当 北伐或许真能成功 可惜的是韩托昼这个人浩大喜功 他一面奏进皇帝明诏天下 褒奖南宋初年的抗金名将们 追封岳飞为韩世忠立庙 另一面大张旗鼓踩够骤骼骼打造战船 韩托昼北伐的声势这么大 还没等宁宗正式下诏北伐 金国早已获得了详细的消息做好准备 再加上韩托昼所用非人 当年高宋朝吴杰吴林兄弟二人招募兵马 在川陕一带抗击金军 后来这支部队就一直在吴家子弟手中 然后赵汝鱼当宰相的时候 身控吴家军伟大不调 难以控制 因此就名声暗将 招吴家军的主将吴林的孙子吴熙入朝 这个吴熙虽然是忠良之后 但从小就有不臣之心 据说因此还被他的父亲用炭火 在脸上唠了一个疤 所以外号叫吴疤子 然而就是这个吴熙走了寒托昼的门路 不仅得以重回故地执掌旧物 而且还成为了北伐的西陆军主帅 吴熙的西陆军所要面对的是金国汉将 蜀汉鲁安夫是完颜刚 就是后来在保卫中都的战役中 曾经击败过成吉思汗蒙古铁骑的那位勇将 因此吴熙屡战不胜就起了反心 恰在此时金章宗派人送来亲笔信汗 招吴熙降金 许方蜀王 于是吴熙就真的率领布下人马 以及干陕四周之地投降了金骨 虽然后来忠于宋朝的将士杀了吴熙一家 重新收复师弟 但是整个战局却不肯逆转地 朝着不利于宋朝的方向发展下去 这周金国事实地放出了河滩的风筹 已经进退维固的韩托州立刻派人去金国议和 使者带回了金章宗的五个条件 割地 称臣 归服 增臂 罪守谋 就是说南宋要割让土地 向金国称臣 释放战争初期宋军东陆军得胜时候 俘虏的金国将士 还有就是要增加碎壁 然后就是要惩罚发起这次北伐的官员 新国提出的割地的要求 本来就是南宋难以接受的 更何况韩托州深知 金章宗所说的这个首谋 就是他自己 因此和谈陷入了僵局 但是这样的局面 自然就让南宋朝中的一些新的野心家 看到了机会 于是吏部侍郎史明远 勾结宁宋的皇后杨氏 暗杀了韩托州 然后派人把韩托州的首级送去了新国 就这样宋金两国再一次达成合议 新国放弃了割地的要求 南宋增加了每年给新国的碎壁 而且金宋两国皇帝之间的关系 从书制变成了博制 而后史明远就成为了南宋的宰相 执掌识券 史明远在南宋气焰熏天 引起了太子的不满 那次太子就给史明远起了一个外号 叫穷衙 意思是说等到自己登基之后 一定要把史明远流放到海南岛上的穷州 或者衙州去 结果太子的话就传到史明远的耳朵里 等到宁宋一驾崩 史明远就和他的老搭档杨皇后合谋 假穿圣旨废掉了太子 改由齐王即位 就是宋李宗 而太子则被改封为继王 然后又被史明远偷偷害死 李宗登基之后 史明远有了拥立之功 更加不可一世 等他死后 他的职责继续执掌相权 史家书之垄断下的南宋朝局 贪腐横行 国事日传 好在此时 蒙古汉国已经崛起于北方高原 成为了金国致命的威胁 因此金国无暇难顾 南宋虽然国事衰弱 但却幸得安宁 公元1234年 在蒙宋联军的加工之下 经过最后一个据点 蔡州城被攻破 经过末代皇帝金埃宗自尽 然后南宋将领就把金埃宗的部分遗骨 带回了联安太庙 告为宋朝的列祖列宗 李宗还专门为此改元端平 以为纪念 之后李宗就干了一件 和他的前辈徽宗亲宗一样 轻调的事情 端平入落 所谓端平入落 说的是李宗在几个激进官员的挑唆之下 不顾大多数朝鲜的反对 利用宋蒙盟约之中 对于金国的领土分割不清 以及蒙古人不耐鼠热 主动放弃了他们已经占领了河南地区 撤军回河北的机会 派出军队进入北宋的故都 东京开封 西京洛阳和南京相救 李宗的理想很好 占据河南之后 南宋就有了北京黄河西手通关 就可以获得一条更安全的宋蒙边界 可惜他错误地估计了 蒙宋之间的军事实力对比 端平入落不仅没能真的给南宋 带来一条更安全的边界 反而给了蒙古军队南下攻颂提供了借口 果然第二年 蒙古可汗窝括台以南宋拜蒙为由 派刺死阔端和异地取出 率军南下 宋蒙战争全面爆反 好在驰上草原的蒙古骑兵 很不适应河道密布的江南水乡 因此在将宋军赶回了原来的宋金边界以南之后 蒙古军队就主动撤军了 但是端平入落的失败还是对南宋军心民心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窝括台死后 蒙古韩国的韩卫很快就从窝括台的儿子手中 转移到了窝括台的四弟拖雷的后代手中 拖雷在长死蒙哥继位之后 再次对南宋发起了进攻 蒙哥的二弟忽必烈亲帅一支大军 进攻长江南岸的重镇厄州 李松特到奏报 连忙阵兵他的宠妃贾贵妃的弟弟参知正是贾斯道唯一有丞相 前往鄂州前线指挥战士 然而贾斯道到了鄂州之后 立刻派人去蒙古军营向忽必烈请和 许诺南宋以后对蒙古称臣打工 恰好此时 蒙哥在攻打河川钓鱼城的时候阵亡 忽必烈急于返回蒙古和弟弟阿里布哥争夺汗位 所以忽必烈就接受了贾斯道的请和 等到蒙古撤军之后 贾斯道返回临安 丝毫不提自己的请和条款 反而把自己打扮成了利挫蒙古大军的英雄 宋李宗就在这份虚幻的圣礼中离世 没有留下子嗣 贾斯道用在宋李宗的橘子继位 就是宋杜宗 杜宗继位之后更加以用贾斯道 夹封他为太师 而此时忽必烈已经击败了阿里布哥 建立了元朝 然后元朝大军再次南下攻颂 夺去了长江上的兵家要地襄阳城 据说杜宗得到战报之后 顿时下了昏倒在地 然后一命不起很快驾崩 杜宗去世之后 他的嫡子公宗继位 李宗的太后谢太皇太后 和杜宗的皇后全太后摄政 这一家孤儿寡母就更加以用贾斯道 全都只要这位当年才俄州的抗蒙英雄 能够再立行动 可是这一次贾斯道原形毕露 丁家州一战贾斯道起军逃跑 十三万宋军因此全线崩溃 然后援军顺流东下 很快就抵达了连安城 谢太皇太后无奈之下 只能带着全太后和公宗一起投降了蒙古 不过在援军入城的时候 杜宗妃子杨淑妃的弟弟 保护着他和他的儿子 杜宗的副长子赵氏 还有杜宗另外一个副子赵炳 趁乱逃出了连安城 逃到了福州 在礼部侍郎陆秀夫 保护康群节度是张世杰 还有从援军手里侥幸逃脱的 右城向文天祥的拥戴下 赵氏在福州登基 就是送端总 但是援军很快就追来 端总的小朝廷 只好重复当年高宗躲避金军的故事 乘船逃到了海上 敦宗一行先是到了南澳岛 可是岛上的淡水不足以支持隋情的军队 所以他们又乘船到了今天的香港 可是敦宗年幼只有七岁 不堪旅途颠簸不幸病故 于是隋家的仲臣就拥戴敦宗的弟弟 六岁的赵炳机位 就是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 也被称为宋墨帝 赵炳机位之后 援军再次来袭 众人采纳了张世杰的建议 准备从海陆转移到崖山 可是此时元朝大将张鸿范 已经抢先抵达了崖山 之后宋元两军在崖山外海展开激战 眼见宋军战船一艘接一艘的被击沉 知道大势已去的城乡陆秀夫 就对宋墨帝说 国师至此 陛下当为国死 然后他就背起了宋墨帝 一起纵身跃入了南海的汹涌波涛之中 从宋太祖陈桥兵变算起 绵阳了319年的宋朝宣告密王 不过从窝国台到蒙哥在到呼一列 蒙古灭宋一共用了64年的时间 即便是刨出其中双方和平的休战期 那也有至少22点 因此不管怎么算 南宋都是被蒙古征服的所有国家之中 抵抗时间最长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